大家好我是地方熊貓 今天熊貓要來講解12月新增的卡牌如何取得 影片開始前請幫熊貓點讚 不過熊貓比較想要新增的卡包 在12月的時候總共有新增8種卡牌 玩家可以在各種活動中取得 有些是特點卡有些是活動卡 而且有一張卡牌做壞了 稍後解說後玩家會嚇一跳 而在11月29日的下午2點開始 到12月13號的13點59分 也有妙蛙化的掉落活動 玩法跟拉普拉斯EX的掉落活動一模一樣 也是會掉特殊的普莫卡包 這次的普莫卡包是綠色的 裡面也可以開出5種寶可夢 一樣需要活動一來挑戰活動 初級的掉落率是51% 中級活動掉落率是61% 高級80% 精英活動就是100%掉落普莫卡 綠色的卡包可以開出的寶可夢就是這5種 各種屬性都有 熊貓一個一個介紹 這隻是二階進化的妙蛙花 血量160 招式超級吸取 填4能 造成傷害80 而且可以回復這隻寶可夢30的HP 有點強啊 感覺又失之可靠的打手 可其撤退要3人 他應該是主力輸出手 上去之後就下不來 再來是大炎蛇血量110 基礎寶可夢 填3能後可以造成70的傷害 但是需要配合小鋼 填能後才有辦法在後攻第二回輸出 撤退需要4人量 也是上去就下不來的類型 但可以跟寶石海星有一戰之力 鬼師通一階進化 招式偷襲甜一能 傷害50 但是要直硬幣 如果是反面的話 攻擊失敗 而撤退只需要一點能量 但我覺得他都是一階進化了 結果還要直硬幣 一階進化還有機會打不出傷害 有點廢啊 這隻跟玩家手上的賈赫冷蛙 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他是意圖版本 畫風不一樣 但是所有的性能都一樣 非常的好用 一定要取得 特別是他的特性 水手禮劍 對手的一隻寶可夢 受到20點傷害 非常的好用啊 而且是每回合 傷害不夠就靠冷蛙了 本次最好用的卡片 應該是這一張胖丁 基礎寶可夢 而且甜硬能就可以讓對手睡覺 重點是睡眠還是100%睡著 也就是說以後只要後衣 就有辦法讓對手睡著了 我覺得這次活動之後 可能每個玩家都是睡覺流了 每組卡牌都會放置胖丁寶平安 12月份的特級護照可以讓玩家換到超夢意圖卡 也就是一個月要花300塊的護照 11月份是兌換到皮卡丘的意圖卡 而12月份呢就是這一張 左邊是玩家開卡包可以得到的 右邊就是特級護照可以換到的全圖超夢意圖卡 現在使用超夢排庫的玩家 最少會放一張基礎的超夢卡 也就是這張HP120的 力量爆破填4人攻擊力120 雖然比原本的超夢傷害150差一點點 但是多了這張可以避免玩家 運氣不好抽不到超夢的窘境 想收藏的玩家只好課金取得 另外在12月6日到12月20日 還有小池怪和妙蛙種子的德卡挑戰活動 玩法就跟之前的幸福蛋以及喵喵德卡活動一模一樣 小池怪跟妙蛙種子都是基礎寶可夢 小池怪的話甜易能可發出光彈傷害20 妙蛙種子填兩人之後可使用藤鞭 攻擊力比較高40 以基礎寶可夢來說 妙蛙種子的血量比較多 像綠貓蟲和蛋蛋草細的HP只有50 被小火龍打一下就死去了 這些卡片都算色違卡 玩家就算沒有取得也沒關係 因為還有其他卡片效果是一樣的 差別在於它是意圖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